哎 有组织去云南十二日游的 都去哪几个地方 昆明 西双版纳 大理 还有丽江 香格里拉 哟 去这么多地方 不错 先到昆明 看石林和世界花卉博览园 哦 还有呢 丽江 一个非常有少数民族特色的小镇 安排的活动也极有趣 听朋友说 西双版纳的原始森林太吸引人了 嗯 还可以去歹族村 吃歹族饭 参加抢亲 泼水活动呢 也可以到周敏边境 看看缅甸风情 到大理看古城 看白族歌舞 香格里拉呢 能去草原骑马 在藏民家吃饭 去那么多地方 得多少钱 五千多吧 有些门票 餐费 还得另付钱 说真的 我总觉得跟旅行团旅游不自由 那我们还是资助游吧 分钟 没有想着呢 我就是给你老婆 别人对那个证均 看古城市有没有人 看古城市有没有人